在昨天市場有工具市政府主導的領域文化公圈 馬總統亞前翁快義生活村 聽出工具市會車站附近地区 都市更新界階的一篇選舉 其中工具市場BOT案 因為官司演黨可蓄好的觀光飯店 應在多年 其中安米輝表示 工具市飯店的大榜論 全台第一 現金飯店的輸給多元 希望工具市場觀光飯店 可以趕緊啟用 馬總統南下加基市場 任務局局長立陶生探機會報告 今年年齊下七英文的快義生活村 第第五個月 UK高達32萬聯儲 市議長在今年七個月份 進行來英文 因此我們用OT的方式 來讓民間廠商投資 現在投資的廠商公司 叫做快義生活村公司 目前已經有32萬人 它是多入台幣已經到1700萬 任務局局長 快義生活村包括農業精品館 營林俱樂部和28董的立書建局 原本勃在會合適用的高達四下 而且是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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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外經營的BOT 典範這一日 加上阿里山林入川和百聞車站 這都是加以市會車站附近地区的都市 競新計劃這一日 在七年前我競選總統的時候 把都市更新 當作政見 這是有背景的 因為我畢竟做過八年台北市大 由都市更新來講 台北市是全台灣都市更新 做得最多的一個城市 深刻的感覺到 這項工作不只是 剛剛我們陳部長講 他指望我們的專家 不只是太舊換新而已 他有一個機能的重新的發展 這是加以市會車站附近地区 都市競新計劃 也包括北門車站的BOT 計劃 但因為鄉上含臨無局 官司一直沒有改革 要讓蓋好的觀光飯店現地幾年 為主市長有名會也建議 趕緊讓觀光飯店來競用 因為現在加以市飯店的訴求是儘管 趕緊讓它啟動 因為加以市現在在我陣內 就有二十幾家的漁館 但已經開始在漁業了 還有十幾家還在新建中 那我們是全台灣的住房率 僅次於台北市 加以市是第二名 所以住房率也很高 現在大家就爭相的在這個領帶 而且這所有的旅館也真的很發展 所以我們希望那一個地方趕快做 總統也能夠強調 台灣已經變成了觀光的國家 近年來台北市中人數達到800萬 今年總計超過900萬 總統也以美境 美式和美律來勉禮 發展推動觀光產業 這點明媒也強調 市府所開發的靈業文化公園 未來中現接 阿里山靈業村和快藝生活村 想為觀光休憲的新兩點 辛苦了讓自己吃菜方不得